小许在杭州宇航一家电商公司上班 她说女朋友享养一只笔熊 同事小张给她推荐了一个微信号 是在那个19楼这个网站上 因为当时我要买 我就问了我们一个朋友 我说杭州因为我刚刚来我也不太熟悉 看他朋友圈的话就是正常的 每天更新就发他狗狗的一些视频 然后还有跟卖家的一些交易记录 然后还有就是收到狗狗之后的那些 定金或者怎么样各种的一些反馈 小许加了这个微信号 对方表示门店在上海 发来了几段店里笔熊的视频 视频上的笔熊是非常纯非常好看可爱的 然后我也很爽快就喜欢了 然后问了一下我女朋友 她也非常喜欢 然后就选定了那只笔熊 然后我同事的话是看中了一只博美 然后两个人就确定下来 买一只笔熊和买一只博美 小许说两只狗价格4000块钱 他们交了2000块的定金和400块运费 10月19号商家表示准备发货 让他们把尾款也付了 出于信任就又交了2000块钱 两天后小许和小张收到了两只狗 一只是太底 还只不像是博美 但是也说不好 感觉是一只杂交的吧 我朋友有开宠物店的 然后问了之后 他说白色的那只是太底 但是也不怎么存 还有一只的话 感觉就是乡下的土狗 我吃了这个狗我就知道 完了我对不起 我的朋友 我把这个狗推荐给他 然后我就去找他 就希望能够给我们 拿到我们自己本来给了钱 该买的狗 打了很多电话 就是要不就是转语音信箱 要不就是不接 要不就是接起来之后 放在那里过一会儿就挂断 什么都不说 小许说商家表示 门店在上海浦东新区 浦东南路3642号 现场多次拨打 对方提供的电话 一名男子接了起来 明天就把 就给你们画 你知道吧 我们自己人过去 我们这边人过去 那我们现在想知道 我们原本定的那两只狗 现在在哪里 我们到时候给你拿过去 那之前为什么发过来的狗 是这个样子的呢 发错了嘛 那你们拍的视频的时候 是对的呀 发过太多了 咱们公司全名叫什么 小许说 对方虽然说会换两只狗 但他心里还是觉得不靠谱 就把情况反映给了杭州 未来科技城市场监督管理所 保留这个微信的这个交谈记录 包括对方提供的一些 这个住址信息 商家的名称信息 那么都及时的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进行反馈 那么进行对商家呢 是否在当地进行合法的登记注册情况 进行了解 赏小慧说 如果商家没有明确的登记注册地 小许他们可以选择民事诉讼 小许表示 目前他会先向上海的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况 至于这两只狗 同是小张会照顾 如果说是最后确实 就进我的能力 没有办法就是换回我本身购买的那个狗的话 那我肯定还是会养着它 毕竟它是一条生命 我不可能把它丢掉 对不对